Leo聊世紀天氣中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蒙古人對上朝鮮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家有出身點位 12點鐘方向的蒙古人Hero 蒙古人的特色是他吃這個野豬或是鹿 這個四路非常快速 所以他前期很適合打洛馬 後期可以打馬功蒙古突騎 加上重裝馬功 都是可以的 馬功路線攻擊速度快 加上洛馬的血量加成 還有草原騎兵 遇到遊俠文明也可以選擇了 這個駱駝騎兵路線 所以整天來說蒙古人 他的對應方式都很好 問題就是有沒有錢的問題而已 有錢就好辦事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YO 這邊是朝鮮人 那朝鮮人特色是劍塔會自動升級 而且他的劍塔射程只要點下銀罐 射程是最遠的劍塔文明 甚至有工程工程式的火炮 都不能直接扛這個劍塔的傷害 那朝鮮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工兵路線 工兵路線比較適合 有免費的工兵鎧甲 還有這個寶兵馬戰車 馬功路線比較可惜的是沒有品種 所以血量上會輸一些 同時有火槍火炮 後期沒有什麼問題 甚至他的投石車點下金罐 可以讓自己的頭車射程 變成最遠的射程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地圖的部分 YO的地圖部分 下面有一塊黃金 右邊有一塊 兩邊的黃金位置算是一個比較OK的 但是還是要開城市中心 會比較好守一點 前一切的部分可能只能小圍 這樣子小圍 這裡圍出來一點 圍出來一點 或是這樣子圍 或是直接圍到底 都是可以考慮 不管怎麼圍的話 都是要圍差不多這樣子兩片地區 才可以把自己的地形給圍好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HERA這邊地形 地形的部分的話 右邊有一塊黃金 左邊有一塊 這邊地形的話 圍架的話會更困難一點 如果要圍的話 也可以考慮這樣子圍 圍過來 然後果子一流在外面 自己圍到底 直接棄果子 然後插槍兵的防守方式 是可以考慮的 前期蒙古人 還是要多打一些肉碼 軍事壓制 或是轉馬轉弓 都是很適合蒙古人打法 畢竟射箭場先下 到了帝王時代 或城堡時代要轉馬弓 也可以補這個拇指環 或安息人戰術 都是很適合蒙古人的開局方法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風箭時代會怎麼打 好 那現在HERA是推了一頭鹿過來 這一頭鹿過來 現在還在吃 吃到一半 哇 吃都很快喔 四隻村民吃 這個應該是吃完 沒有辦法就去做事了 通常都是三個人吃鹿 這樣推鹿的壓力會比較慢一點 好 但HERA這邊是 極限升級的關係 所以鹿要多一點人吃 來了 16匹 封箭時代 不點織布 HERA極速 16匹 落馬開局 好 那現在牧草要多一點 所以我們要補到四個人伐木 OK 這裡 先補一個房子 先補一個房子 這樣落馬可以極限嗎 有點疑問喔 這樣子補一個房子 欸 菌營還沒有補 完蛋了 這裡沒有辦法極限落馬了 這個房子補下去之後就完全沒機會了 但不補房子又有可能會卡人口 好 拉一個村民再過來 趕快把這個菌營蓋好 兩個村蓋比較快 好 直接補個馬舊 好 雖然16匹還是很極限 這時候後面的流程稍微慢了一點點 但沒有關係 馬舊蓋好 甚至對方都還沒升到封箭時代 現在YO有點慌了 怎麼辦 這傢伙升級有點快 好 這裡可以考慮補個城門 右邊直接圍到底 好 那這邊如果要圍大的話 就要圍非常非常大 至少右邊這裡也可以圍好 這裡也可以圍過來 好 目前看起來YO 是看到HERA極限升級的關係 先走了一個槍斃防守 但現在卡人口 人口卡到了 村民會稍微小小端村 好 還好 斷了一下下而已 5秒鐘 好 這邊抖動 抖動給YO看 好 這裡 槍兵 要小心 走過來 再往上走 好 沒事 好 沒事 HERA走了一個非常大的違法路線 好 這樣對於防守來說會比較輕鬆一些 好 YO這邊是決定要小圍 這樣子小圍 但問題是 主金可能會遺留在外面 好 後面這一坨肉馬 打了一下 沒有擊殺 再繼續繞 好 現在YO 防守還算是OK 村民都是被打下而已 好 問題不大 重點是這一坨槍兵毛兵 HERA剛剛怎麼辦呢 HERA並沒有轉馬 沒有掌弓箭手 還是拉村民去打槍兵 但是我覺得這樣傷經濟 不好 好 現在YO走了一個是 槍矛前鴨 好 這裡有木材減免優勢 YO現在非常舒服 欸 來打來打 走走個槍矛 好 都吃木頭 好 槍矛路線很好 打掉了一隻毛兵 欸 哪時候轉試卷場了 好 轉到後面了 想說奇怪 你不轉試卷場的話 要怎麼打 這裡會一直被騷擾 好 點下一集射 YO也補 HERA也點下了冰工廠 前期應該都是小打小鬧 前面不會有太多的火花 就是你弄我我弄你一下 有個學生時期一樣 好 想要打小鬧 好 好 那現在YO可能 要被打一波囉 那現在HERA的重點目標 就是要讓毛兵可以一發投死 槍兵 那自己的肉碼就可以一直往前A了 好 這波包抄來了 看一下 槍兵先點掉 殘血 肉碼往前打 打掉兩隻殘血的槍兵之後 毛兵也往前直接輸出 打血最多的 好 再投一下 好 搞定全吃 舒服了 WOW 這邊為了維扎 所以兵沒有繼續往前補 好 正面高地可以利用一下 家裡門前有一個高地 WOW 點下了一級的步兵鎧斩 防守是做得很足啊 但是HERA已經要來生時代了 好 沒維扎 經濟就是好 好 經濟好的代價 就是要自己防守的更好 好 右邊要不要找個機會圍一下 多補一些房子補過去 那防守就比較輕鬆了 只要守這個位子 跟這個位子 好 又出發了 槍矛走出去 既然可以用這些槍矛做到一些事情 前期的部分 WOW 是比較被動一些的 主動權會少一些些 槍兵 毛兵是按的真的是多啊 所以生時代慢了很多 好 這一波走過來 HERA應該傻眼 你怎麼這麼多毛兵 你這個是什麼情況 好 但沒有關係 槍矛最怕的東西就是投石車 跟弩砲 可以預見HERA 待會會直接補這個 工程器製造所 然後這些漏碼 跟毛兵在家裡做防守 和一個路線 好 漏碼出門了吧 不要回頭啊 這個回頭很危險啊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 真的不要 蓋個BK就好 蓋BK 但是不蓋嗎 不蓋BK的話 蓋BK 還撒農田 HERA 你確定要這樣 走進來嘍 待會超限有二級射 站毛兵 就尷尬嘍 但是還有一分鐘 但時間還夠 好 槍兵稍微戳了一下 毛兵努力打槍兵 HERA選擇了一個控兵要求最高的路線 而不是走 投石車 弩砲防守路線 好 那這樣子優點就是 草原可以繼續守 肉就不會串 但是現在 要補TC的話還需要買100石頭 好 玩偶開始有點壓力了 這一波 一直沒有辦法升到再毛兵 所以沒有辦法給到HERA更大的壓力 村民基本上是打不死 好 草原騎兵慢慢補了起來 後面補了一個房子 家裡部分補了一個TC 買了100石頭 OK 那這樣子經濟就會很好 不補工程器製造所 補TC 經濟相當舒服 OK 那現在這些直接用草原騎兵去追 現在肉馬就有血量加成了 氣絲低血 YO以上去是選擇了 3TC 開農 戰毛兵不升級 選擇了重裝長槍兵 好 這一波終於要打完了 草原騎兵全吃 YO基本上這波槍矛沒有賺到任何的甜頭 反正是有點送兵送完了 那還好這邊已經轉出了3TC開農 現在防守 石頭也沒問題了 待會也可以開始插箭塔去騷擾 或者是開始轉這個馬戰車路線 重裝長槍兵 配馬戰車 也是一個不錯的打法 好 現在草原騎兵有異攻的射程 這個洞很快就被打破 槍兵過來 這邊可以高打低防擊 好 想要換 但是還是被戳到了一下 好虧 好 只要槍兵人戳到一下就不算虧 好 那現在HERA直接鬼轉4TC 我的天 這兩邊可能是要直接 農上去了 八倍數看一下 好 城堡蓋好 馬戰車準備出發了 這個垃圾時間 不算是垃圾時間 是兩邊都在開農的時間 基本上不會有太多的打鬥 所以我們不用太擔心會做出什麼奇怪的事情 因為基本上沒錢就沒有辦法搞事 TC開越多就代表你的金率就越少 好 好 蒙古人點下了戰毛兵 看到馬戰車 直接鬼轉戰毛 不行 這個肯定要走戰毛 反正你槍兵配戰毛 那我用槍兵配馬戰車 我用戰毛兵全吃 甚至三綠我也行 但是就是怕投石車 所以朝鮮投石車有這個文明特性的加成很不錯 好 直接抓掉蓋工程器製造所的村民 現在二級射跟彈道學也已經補下了 好 左側先按個一台 好 左邊補下了蒙古圖技 好 這個騎士上前 好 就夠HERA失誤 打完 投石車沒有直接走 還被槍兵戳了幾下 好 直接壓寶壓在你臉上 這裡很大喔 家裡一定要補戰毛兵配生女 先擋馬戰車 好 停下了二級農 好 本來想要補劍塔 覺得這個寶可能蓋不起來 大王可以直接蓋了 這個劍塔可能沒那麼必要 取消 好 HERA這邊準備生帝王 城堡補在了後方 你蓋寶我就來拆除 那進攻方的YO 現在支援量 還不足以可以生帝王時代 農田量有點少 只有28片田 但這個田的肉量 應該也是可以極限 升到帝王時代了 3DC繼續不斷村 稍微會慢個一分鐘生帝王 好 先來劍塔繼續往前蓋 HERA轉出 0鎧甲 現在要轉馬了 還是要走蒙圖呢 走蒙圖的話優勢力不大 但不轉蒙圖的話 人打東西也很少 不然就只能走草原騎兵配肉馬 走駱駝路線可能會有點難受 因為沒有三級的馬海 而且不一定打得到馬戰車 好 我們來看一下HERA遇到朝鮮馬戰車 蒙古的時候會選擇什麼樣的兵種 好 先來戰毛兵 繼續走肉馬 肉馬 大肉馬升級上去 二房點下去 先點三級色化學 欸 是要走馬功嗎 好 先把戰毛兵的傷害點下去 馬功還沒有點 先走一個經濟型防守 好 這裡馬戰車繼續輸出 大型劍塔準備要來升級了 還有一分半組的時間 好 現在YO進攻 HERA也在想辦法 可不可以偷抓一些村民 好 等一下二級馬凱 大肉馬也提升了 好 走一個超農霧線 經濟來到了145村 好 走過去 換了一下 肉馬打頭車 頭車被拍掉 第二台頭車修得回來嗎 好像可以喔 三隻村民修理 很快 好 頭子車現在沒有升級中籌 YO 待會升上去 可能要先考慮要不要升中頭 或是轉這個大肉馬 YO 其實也是有大肉馬的文明 但是沒有三公三房 甚至也沒有品種 好 算是騎兵 數一數二爛的文明喔 最爛的騎兵文明喔 不是朝鮮喔 是達羅皮圖喔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哇 這個馬怎麼那麼爛啊 沒有三公三房品種都沒有 但他也不是最爛的 他至少還有大肉馬 而且還有耕種技術喔 畫得還算蠻快的喔 好 那現在來 先補了一個二級馬凱 起兵路線 沒有打算升大肉馬 而是先點了三級伐木 左邊有個路線 這裏補了一根城堡 想要控住這裏的野精 培羅拉這邊控野精 有機會嗎 好 大型劍塔現在有點麻煩 傷害有點高 好 巨型頭11開始拆除 這裏的圍劍 好 這裏有兩隻天空熊 雙雙成型 天空熊現在要上來了 上來了 好 抓一下 哇 天空熊很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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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村民單挑 熊熊怒吼 好 直接被村民給拍死 好 右邊大肉馬過來抓一下 哇 這裏舒服了 這裏很多村民啊 這裏村民可能難逃一死了 但是現在Wild並沒有發現到 還是關注在正面的戰場 正面戰場 現在是劍塔一個一個被往後推 馬戰車的影響力 越來越差 好 這裏村民最後只剩下四村 有收到城堡 收到這個大型劍塔裡面 好 野精被挖 現在不太好過 黃金數量 黑羅已經來到了三千黃金 好 這裡打了一炮 火炮現在輸出 好 趕快來 大槍兵升級好 現在Wild的路線是 馬戰車配槍兵 只要佔毛夠多 好 就能擋住這個搭配組合 好 右邊有一個小小進攻 這裏巨型頭司機架了起來 這裏轉工程器 然後是要點下金冠嗎 要來個台灣大車隊了嗎 55688 有沒有可能蒙古衝車開始租進去 然後用大落馬送進去 打一波 現在黃金這麼多 想打什麼都可以 甚至連重衝也行 重衝 或是重頭也ok 但是對方有火炮 工程器路線可能還是要考慮一下 好 黑羅點下了 果然找炎姬 進化點下了 要開始衝刺了 飆車 開始把車飆起來 好 這裡把落馬往後送 現在YO防守只能靠大型箭塔跟槍兵 現在有沒有渾身不知左邊的進攻呢 好 開始轉馬功了 HERA走馬功路線 應該就是要走蒙古圖騎了 好 這裡村民抓的有點多 再拿下一刀 好 現在這裡有火炮 要少住這裡不是問題 甚至還能反制工程 HERA現在有點尷尬 正面部分被壓了回來 巨型投司機都被火炮給打掉了 設定部分只能回首到城市中心裡面 黃金數量瞬間花了2000多塊 現在只剩下1000多塊了 但是現在生物數量很多 不過4生物黃金跳的有點快 HERA4生物 可以慢慢把YO的黃金給磨死 是沒有問題的 反正YO沒有拿到野金 這塊野金現在被HERA挖的很爽 好 衝車直接過來頂 還頂掉兩台火炮 漂亮 HERA兩台火炮拿下 高速衝車搞定了 好 但是現在正面的壓力也開始變大了 蒙古圖騎 還沒有點下精銳的版本 攻擊力會差兩點 好 那馬戰車本身喔 他並不是 怎麼感覺有點痛阿 不是那個工程系單位阿 所以他不需要救贖思想 就可以刀牆 所以蒙圖打他也不會有太多的增傷效果 好 來看一下這波槍兵直接硬戳 馬戰車想要點後方的蒙古圖騎 後面的蒙古圖騎 後面的蒙古圖有在抖動 所以吃到傷害並不多 這波馬戰車又在逼腿的出來 蒙古圖騎再往前直接手點點掉 漂亮了 好 這一波全點 好 HERA這邊開始轉工程工程师 增加一下工程器的射程跟傷害 這一波歪歐 大老馬 吃掉了 火炮又有被吃了 雖然現在黃季消耗量也沒有很多 但是火炮一直被吃掉 工程或防守效果有點差 這裡趕快把殘血的蒙圖收進去 動物點下了金瑞蒙古突起 大羅馬開始往前 偷抓村民 傷害起來了 攻擊力12點 馬彈車只有7點防禮 那YL這邊可能還在猶豫 要不要走金瑞馬彈車 但不走馬彈車的話 可能還是會有點危險 再射掉一隻 再點一下 OK 羅馬一點掉 現在大型劍塔 三根在這裡 有點麻煩 火炮來了 砸了一下 好 正面 蒙古突起 也不管這些大型劍塔 這邊直接衝到了後方 直接控制你後方 蓋 劍塔的村民 高地射槍兵 槍兵一隻一隻的倒地 蒙圖實在攻速太舒服了 好 再往前 又要點火炮了 火炮很怕 點一發射掉 哇 傷害真的太痛了 真的覺得蒙古突起應該要下修一點 這個對攻神器的傷害阿 傷害是有點誇張喔 可能下修掉跟熱納弩手 對騎士傷害差不多那種感覺 還是其實就是已經差不多了 金瑞版本真的是太痛了 好 這裡 衝車開頂 但是後面沒有馬弓做掩護 衝車很快就被打掉 好 衝車兩台直接死去 沒有辦法 大型劍塔反擊一下 正面蒙圖傷害已經開始打了出來 黃金還有1300塊 YO還有2700塊 但是現在沒有辦法打得贏 還是要轉強奴呢 現在YO轉強奴 打蒙古突起效果其實不錯的 攻擊速度也快 而且免費的弓兵鎧甲承襲速度很ok 而且黃金投資可以考慮一下 這邊只要轉槍兵配強奴 HERA這裡的蒙圖 可能就會被受到壓制阿 畢竟沒有三級的弓兵鎧甲 蒙古突起還是蠻害怕射擊單位的 所以下6點 槍弩還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但是YO並沒有這張槍 而是決定繼續用火炮 加上槍兵載卯的垃圾兵組合 沒有黃金兵作為主力 不知道能不能擋得住蒙古大軍的入侵 好 點掉火炮 好 現在落馬往前衝 抓掉了更多的戰毛兵 這一波長兵 全部重重包圍這個火炮 看起來害怕極了 哇 真的很被動阿 哇呦 真的不轉強奴嗎 兩千多塊錢 好 但左邊又一波進攻 這一波進攻 蒙圖這次有幫忙 點掉了非常多的肉馬 這波肉馬全受光 衝車 殘血 後面有在補 好 欸 這批肉馬怎麼不動了 發呆 等著投胎 大型箭塔 慢慢射掉了 好 現在巨型投石機繼續進攻 火炮一直想要嘗試過來 好 去偷打巨型投石機 好 現在巨型投石機來了 好 先射掉一些 好 衝城 工程師 現在傷害很高 但是Wild這邊 還沒有點 所以打城堡 傷害真的是有點尷尬 哇 用火炮卻不點工程工程師 現在Wild被多線打到有點慘 沒有什麼太多肉 可以去點科技 現在槍兵跟毛兵 都是需要吃到大量的肉 還有木頭 雖然木頭有截免 木頭也太多人挖了吧 75個人 現在Wild的經濟有點失調了 防守現在後期有點 忙不過來 好 但是一直用大石箭塔 去爭取到了非常多的時間 畢竟用巨型投石機打 還是需要花掉很多時間 才可以拆除掉 好 外歐現在 對於左邊的進攻 是採取了防守陣型 真正面 右邊 是採取慢慢 插箭塔出去的路線 好 正面這裡可以再補一些箭塔 這裡再補一根 可能還不錯 好 火炮現在順利的守住 蒙古的頭車進攻 HERA的黃金也來到了極限 進攻來說現在已經遇到了阻力 但是再拖洛馬過來 5YO 能擋嗎 這裡補房子 但是這裡村民還是要被砍 蒙圖現在有點難受 不是蒙圖 朝鮮這裡有點難受 哇哇哇 吐了吐了吐了 這裡很多戰毛 下方 村民沒地方跑 握馬繼續追 哇哇 村民處下降到了不滿100村 下面的防線中間被突破了 三台大衝車 開始頂箭塔 這裡被突破了 右邊 肉馬也衝了進去 蒙古圖竟在後方 沒有直接衝進去 但是下方已經開始殺進去了 哇哇哇 村民處只剩下79村 這裡的村民直接被大肉馬 砍到偷破血流 殺了20隻的村民 這一隻村民全部拿下 哇哇哇 沒有主動拳 沒有強奴 只能看著自己被打進去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勝利 哇 最後果然是靠左邊突破進來 這裡大衝車一直出 從這裡開始會合會軍 從這邊會師進來 應該就沒救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就是由HERA拿下支援上勝利 YO這邊是贏了大概3000多的時候 箭塔是真的多啊 但是後期的黃金實在是缺太少了 HERA多拿到了一個冶金 還拿到4生物 黃金的產的 是非常可怕的 好啦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會不會緊招待一下 誰會緊緊招待 這段影片到來自找一個 我們稍細得一個 。